大家好,欢迎来到公护者 首先我们讲解一下 一拳的装法的基本原理 首先在车帽装的线下 车帽装 站的时候 头要蓄领 也就是摆背这个地方要蓄领起来 跨的是下坐 坐在高凳的上面 两腿膝盖是微轻关区 目视前方 手的位置是远 不过是近贴身 我们转过来看一下 这个手的位置 不能离得太近 不能离得太近 如果这样太近的话 不便于用力 远有没有太远 如果手伸得很远的话 就是力 这种杠杆的原理来讲 就是说力臂越长 力量越多 如果他手伸得很远 从近身的方便来讲 就是很容易压缩 压缩来讲 面部的容易受到攻击 如果离得很近的话 这一搭手的时候 也都要远上去了 所以说离得近也不行 保持一定的空间角度 就是远不过近 离不单身 我们转过来 宽度呢 在两拳 两拳三拳之间 两拳三拳之间 不能过宽 也不能过窄 高度呢 基本是在肩部的高度 或者高度过鼻子 第一呢 冲暴高度不低于胸部 这属于 寄击范围的 这种装滑的要求 十个手指凤里 剩下家有棉球 然后我们发拳的时候 发拳的时候 都是在这个 基本的 圈泡中的 剑架上 进行练习的 比如说 我们要发直拳的时候 两手要虚握 两手虚握 如握一个鸡蛋 往前打出去 左手的时候 它只会做脚 对 身体在装下的基础上 拧动 左脚 然后身体向右转 都是手是 螺旋顶段的 螺旋顶段 向前向里向上 快接触目标的时候 是以食指中指的根结 这两个点 为接触点 手腕是 快接触目标的时候 是微微下后 微微下后 以食指中指的根结 为接触点 后手 是在 什么位置呢 后手是在 腹部 咽头 下额部位 没有这个位置 布鲁阶红下额 不是说完全是贴在这上的 因为贴在这上的话 别人 如果是进攻的话 打这个手的话 这个手没有反冲 容易会打到自己的 腮部 因为它不是比赛 带着圈子手套 有棉花 有棉手套 它有一种反冲 如果是徒手的话 这样打的话 很容易震到自己的下巴 所以说保持一定的空间角度 后手是撑开 即使我从这一侧打的话 打它下巴的时候 这也开挡住了 这边的手 也能有个保护 就是一手进攻 一手防守 出第二圈的时候 出右手的时候 也是沿着中线出去 左手又开始放到下额部位 然后进行防护 两手是打在一个点上 还原的时候 还是不回到这个 车祸中的建架 为什么要在这个建架上呢 因为牵扯到近架的问题 因为一拳很注重的近身的折斗 如果它是离得很近的话 这个两手离得很近的话 否则一贴到的时候 它这个手不容易出来 不容易出来 它面对就容易进攻 会碰着 它如果撑得很大手 它就有一两匹的得力 它便于进攻 它有变化 可以做一些反手的进攻 保护进攻 好 我们示范一下 装法培养的整体的力量 会员力 检验一下 这是基本的车祸装 车祸装是G集装的基础 以后过渡一下就是G集装 它的培养的力量 主要是前后左右上下的 这种力量 也叫会员力 我们在会员力就是 前后左右上下 六面力量 就是哪六面的 比如说 我压它 我压它 对 我看它压 压不动 它是整体向上 它并不是说一个胳膊在那顶我 它是我压到的整体向上 压它 这是压它 它轻重 然后呢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撕开 撕开它的手 往外撕 往外撕 撕不动 这是 它是往里合的力量 然后呢 就是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 我在它变成这个固域中的健康 比如说我往前推的时候 这样推的时候 推不动 它这个腿啊 和身体啊 形成整体 就是我推它的时候 推不动 拉也是这样拉 哎 拉不动 拉不动 这样拉不动 推拉不动 拉拉不动 压了也压不下去 往上撬了 就撬不起来 撕了也撕不动 往里挤了也挤不动 这句讲的是六面力 接下来我们再从这个称帽装基础上 然后做一下掌法 我们披出左手 在披出左手的时候 左手是向前向里向下 后手是向后向外向上挂下 放在骨顶的斜上方 它往前去的时候是向前向里向下 它是三面的力量 后手向后向外挂开呢 是向后向外向上挂开 也是三面的力量 这个打出去的时候是脚旋转 出左手的时候 身体向右旋转 同时头要虚拎 头不能低下 头与脚之间 身上有堪防 两手之间也身上 有堪防 相争相隐 在做右手的时候 做右手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两手是沿着中线 沿着中线打出去 就是说两手打的是一个点 两手打的是一个点 不是左边打一挡 右边打一挡 同样的是 后手也是划在头顶的前上方 位置上 头要虚拎 头要拧起来 可能是一头五脚 所以 这种 这种找法的练习 关于它这个向前向里 向下 这是三面 向后向外向上 又是三面 前后左右上下 右面力量 所以叫会员力 全打会员力 关于那个掌法 它的为什么要向前向里 向下 接下来的三所 当中 然后我们具体的讲解 示范一下 还原 对 好 掌法 就示范了 谢谢工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待 就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